周六凌晨 中国镇江发生上千名的退伍军人 维权抗议遭到暴力委稳的事件 数千名的警察包围在镇江市政府大楼 在外面露宿的大批维权老兵和军少 遭到断水断电 而据传有人在黑暗中 强行将他们带到一所中学控制 传出有人受伤而且头破血流 受伤的人数目前有多少尚不清楚 而有人透过射招软体来发布紧急求援的信息 两天前大批的警察试图驱离在镇江市政府外面聚集的老兵 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 而有多名的军少被打伤 一名的维权老兵代表也被抓走 随后在网络上流出的视频当中 有发现多名的地方官员轮番向各地的老兵喊话 蹲住他们返回家乡按照程序来表达诉求 或者是到官方安排的宾馆休息 但是看不到有老兵响应 老兵们喊出的抗议口号包括想见市领导问题一定要解决 要交出凶手反对打压打倒贪官延伸腐败 还有镇江人民万岁等等 甚至不惜要跟反动政府投归于尽 也有人喊着拥护习主席党中央 毛主席万岁等等官方认可 或者是可以容忍的口号 在周六上午部分老兵在市区又重新集结抗争 下午又有数百名外地的老兵赶到现场示威 连运来全国各地的老兵成群结队 举着红旗前往镇江 要来声援这些早些时候疑似被地方官员 缩死的黑社会成员打伤的维权退伍军人 现场也有热情的出出车司机 要免费在院老兵来支持维权活动 当地也有民众要自发性的送水送食物 来支援这些受困的退伍军人 但有人指责警察设置障碍来阻拦这些行动 对于镇江老兵维权事件 镇江当局并没有发布官方的消息 而中国官方媒体集体失声 有权文表示在中六清场之前 老兵露宿的地段的网络通讯都被切断 不久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才表示 不要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 要让军人受到尊崇 但是在镇江市政府前发生的老兵流血事件 显然和习主席的说法背道而驰 新闻时时报记者陈玉山整理报道 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